放开那个片子 让我来吧 今天咱们开个新坑 《下城剑园》这部动画和瑞克和莫蒂共用了一个编剧 也算颇有渊源 主要在讲一只重要性不高的星剑里面的不太重要的剑园的故事 当人类第一次与某外星种族接触时 风险性非常大 但这并不是剑船喜瑞都号的工作 他们主要进行二类接触 也就是后续的沟通和扯皮等适应 男主布拉德是这艘船上的小虾迷 严谨较真 尤其喜欢科学 渴望走上飞船的管理层 女主玛丽潇洒随性 则很讨厌高层的那一套做派 经常喝得酩酊大醉 小草是刚来报到的新人 以后有啥不懂的还要多多指教 男女主角带着她参观喜瑞都号 《下城剑园》主要聚集在这里活动 玛丽说上面的一切人和设备都挺没劲的 跟我们关系不大 她带上小草去体验飞船最棒的全息甲板 这里可以模拟几乎你能想到的任何地方 布拉德表示 她最想去的地方是飞船的取速核心 看着飞船上的功臣奇迹 她就能自嗨 这个无趣的理工男被叫走了 姐妹们终于可以看见正能量的东西 玛丽让机器模拟全裸奥林匹克训练场 此时飞船上的高级官员正在外星球友好访问 双方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说了一堆漂亮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 队长被蚊子咬了一口后就撤回船上 他并没有把这当回事 灾难的种子却已经敲敲门呀 刚没含上剑桥的布拉德内心小鹿乱撞 下城剑员很少有机会来到飞船的中枢 每次过来就像网链奔献那般刺激 建长把布拉德喊进办公室 先是客套了几句再直奔主题 小伙子我看你骨骼惊奇才交给你一个秘密任务 帮我盯进玛丽少尉 她但凡有违规乱纪的行为立刻给我报告 不要问为什么 高层的决定谁很胜 你把控不住的 接下来轮到布拉德执行任务 他们被传送到哥拉星球上安装通讯装置 这样就能和新界联邦的其他成员通信 布拉德踏踏实实干工作 却看见玛丽鬼鬼祟祟开车溜走 是时候被舰长出力了 布拉德一路尾随 发现他似乎在搞什么交易 拿出巷尾枪就要贯彻正义 玛丽一脸无奈 只好拿出箱子里的家伙 不过这些他送给农民的农具 农民被吓得撒鸭子就跑 圈养的蜘蛛牛却愤了一样冲出来 两人落荒而逃 战壁分忙 玛丽说他被降职调到喜瑞都号之前 在其他飞船参与了对这个星球的一类接触 知道这里有些贫苦的农民生活艰辛 所以才给他们顺道烧点农具 之前玛丽在很多超牛的新建服役过 见过各种大事面 跟布拉德这类纸上谈兵之徒不可同日而言 他一边叨叨一边准备道具 完事直接让布拉德脱裤子 你没听错就是脱裤子 男主像个储儿一样紧张 但还是被扒光 他们坦坦荡荡地坐在树上 欣赏蜘蛛牛撕咬他们的替身 玛丽勇敢地冲上去 布拉德却犹豫不决 不 他在寻找时机 没错就是现在 Let's go 旁边的农民过来求情 千万不要用枪啊 会影响他的奶智的 这个蜘蛛是食草动物 他就想说一口人身上的水和盐吧 哦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布拉德 不要慌 等他累了你就解脱了 在这段时间里 飞船上也很热闹 被蚊子咬完后没多久 队长感觉七样无比 血管里的黑色毒物蔓延开来 他瞬间黑化成一具行尸肘肉 贱人就肯 肯完就黑 病毒在飞船里迅速蔓延 医疗室捆满了满嘴黑化的喷子 首席医疗官奋身乏术 他让小草大把手帮助伤者做心肺复苏 没错最纯粹的那种直接戳你的心 Saric Saric 另一边蜘蛛牛也终于说累了 伤害不高 但侮辱性极强 布拉德浑身骨头疏马身体被炸干 回旧的路上布拉德谈言自己在监视玛丽 今天的违规行为他会一字不拉报告给舰长 女主就不明白了你咋那么喜欢舔高层 他们是英雄啊 屁 他们只在乎荣耀 只想着名流轻屎 底层的死活却一点也不关心 对话不欢而散 一些人传送回飞船 直接空降战场的中心 来不及解释了干就完了 首席医疗官修了修布拉德似乎发现了什么 说着小伙子很重要 他本身一文不值 但他身上的粘液可以对抗病毒 天呐 大家齐心协力保护好工具人 猛男兄扛起布拉德直冲医疗室 首席医疗官用粘液做好解药 先拿队长试药 效果拔群可以放心的去用 很快抗毒喷雾就灌满了飞船 所有行尸肘肉和面目猙獰 暂次戏笑颜开 舰长猛夸首席医疗官 妙手回春大功一进 女主颇感不满 布拉德就不配拥有荣誉吗 明明是他带回了解药 但是没有人在意工具人的骄傲 大家一哄瓦散 布拉德算是掂量清自己工具人的本质 对女主的仗义职业也心怀感激 所以等舰长喊他去汇报女主的违规言行时 他说玛丽行为断正 品学见诱无过可查 这可能是布拉德第一次违抗命令 随后舰长的老公找过来 他是星际联邦的上将 玛丽竟然是他和舰长的女儿 舰长很不喜欢上将把女儿安排在自己船上 他时不时顶撞自己 搞得自己权威受损 所以想找点借口把他赶走 至此也就明白 差不多的年纪为何女主见多识广 毕竟是有背景的官二代 还喜欢扎堆基层 莫非接下来将会有霸道千金爱上我的剧情 得知布拉德没有告发自己 玛丽对他也是刮目相看 想不到你还是个讲点感情的工具人 小伙子不错 我会做你的导师 附证你登上舰长的职位 玛丽的家庭背景不可不为显赫 所以他才有这个条件去厌恶高层的生活 像布拉德这样的小虾米 又怎么会不想往上爬呢 你讨厌的往往都是深有体会的 你向往的大多是还没经历过的 所以布拉德向往的东西 恰恰是玛丽讨厌的东西 这就很形象的解释了 什么叫门不当户不对 喜怒哀乐不在一个频道 生活难免磕磕碰碰 灾难解除后 舰长猛夸首席医疗官 却没有夸奖布拉德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 因为一个是靠实力办事 一个是靠运气成事 我相信运气真的真的很重要 但却以为不该鼓励运气 运气之所以成为运气 是因为它不可预测 不会因为你的鼓励 就增加它到来的几率 但你的鼓励 却会影响这个走运的人 因为闷对答案而沾沾自喜 就很容易变得心存侥幸 从而不关心得到答案的方法 可没有方法 下次他要怎么找正确的答案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